历代至上第七章 以萨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亚述和申伦共四人 陀拉的儿子是乌西、利法亚、耶勒、亚买、易博散和士美利 都是陀拉家族的族长 是他们那时代英勇的战士 到了大魏的日子 他们的人数共有二万二千六百名 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西 伊斯拉西的儿子是米迦勒、俄巴迪亚、约尔和伊士亚共五人 都是各家族的首领 此外,与他们在一起的 按着普系和家族 还有能作战的军队三万六千人 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儿子很多 他们的兄弟在以萨迦各族中都是英勇的战士 按着加普登记的 共有八万七千人 宾亚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和耶勒共三人 比拉的儿子是以斯本、乌西、乌靴、耶利摩和以利共五人 都是各家族的首领 是英勇的战士 按着加普登记的 共有二万二千零三十四人 比杰的儿子是西米拉、约阿施、以利以穴、以利约乃、岸利、耶利摩、亚比亚、亚拿图和亚拉灭 这都是比杰的儿子 他们都是各家族的首领 是英勇的战士 按着加普登记的 共有二万零二百人 耶迪的儿子是比勒汉 比勒汉的儿子是耶乌斯 汴雅敏 以乎 鸡拿拿 汐探 他师和亚西沙哈 这都是耶迪的儿子 是各家族的首领 是英勇的战士 能上阵作战的 共有一万七千二百人 还有以尔的儿子 舒品和护品 以及亚黑的儿子 护申 拿弗塔利的儿子是亚靴、姑尼、耶瑟、沙龙 都是毕拉的子孙 马拿西的儿子是亚斯列 是他亚兰籍的妾所生的 他又生了激烈的父亲 马吉 马吉娶了妻子 是护品和舒品的妹妹 名叫马家 马拿西的次子 名叫西罗菲哈 西罗菲哈 只有几个女儿 马吉的妻子 马家 生了一个儿子 他就给他起名 叫皮利斯 皮利斯的兄弟 名叫士利斯 士利斯的儿子是乌兰和利金 乌兰的儿子是比旦 这都是激烈的子孙 激烈是马吉的儿子 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 激烈的妹妹 哈摩利吉生了伊斯河 亚比乙穴和马拉 士米大的儿子是亚县 士剑 利克西和阿尼安 以法连的儿子是苏提拉 苏提拉的儿子是比列 比列的儿子是他哈 他哈的儿子是以拉大 以拉大的儿子是他哈 他哈的儿子是萨巴 萨巴的儿子是苏提拉 以蟹和以列 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 被当地出生的加特人杀了 他们的父亲以法连 为他们悲哀多日 他的兄弟都来安慰他 以法连与妻子同房 他的妻子就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以法连就给他起名叫比利亚 因为他的家遭遇祸患 他的女儿是摄伊拉 就是建造上伯和伦 夏伯和伦和乌县舍伊拉的 比利亚的儿子是历法和历西 历西的儿子是他拉 他拉的儿子是他喊 他喊的儿子是拉旦 拉旦的儿子是亚米呼 亚米呼的儿子是以利沙玛 以利沙玛的儿子是嫩 嫩的儿子是约书亚 以法连人的地业和居住的地方 是伯特利和属于伯特利的村庄 东边有拿兰 西边有基瑟和属于各城的村庄 世间和属于世间的村庄 直到加萨和属于加萨的村庄 靠近马来西支派边界的还有 伯善和属于伯善的村庄 他那和属于他那的村庄 米吉多和属于米吉多的村庄 多尔和属于多尔的村庄 以色列的儿子约瑟的子孙 就住在这些地方 亚兽的儿子是因拿 一师瓦 一师伟和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妹妹希拉 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和马杰 马杰是比萨威的父亲 西别生亚弗勒 朔墨和坦和他们的妹妹舒亚 亚弗勒的儿子是巴萨 宾哈和亚施法 这些人是亚弗勒的儿子 朔墨的儿子是亚西 罗加 耶护巴和亚兰 朔墨的兄弟西连的儿子 是索法 因娜 士利斯和亚末 索法的儿子是舒亚 哈尼弗 舒阿勒 比利 因拉 比西 和德 山马 施杀 亦兰 和比拉 一帖的儿子是 耶弗尼 皮斯巴 和亚拉 乌拉的儿子是 亚拉 汉尼叶 和利血 这都是亚瑟的子孙 是他们各家族的首领 是杰出英勇的战士 是领袖中的首领 按照家谱登记的数目 能上阵作战的 共有二万六千人